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最喜愛的南乳蓮藕燜豬腩肉 材料有 豬腩肉800克 蓮藕1折 南乳4磚,腐乳1磚,用紹興酒開 薑2片冰糖30克 生抽老抽,紹興酒調味 將豬腩肉切件 差不多大小 豬腩肉用凍水加紹興酒出水 出水的豬腩肉用凍水洗乾淨 用廚房紙抹乾 蓮藕,批皮,切件 有些人喜歡拍扁它,拍鬆它,然後切 會比較入味 我今次用4磚南乳,1磚腐乳 用紹興酒拌勻 下油加冰糖做一個焦糖 用來賞色的 倒入豬腩肉,拌勻賞色 加上兩片薑 然後倒入南乳腐乳醬,爆香 醬汁爆香後,就可以炒一下 等每件豬腩肉都掛上醬汁 然後下蓮藕,炒一下 等全部食材上色 加熱水,試味 可以適量加生抽和老抽 煮滾收中火,燜煮大約40分鐘 已經煮了40分鐘 水份收得差不多 可以加生粉碎收汁 完成了,上碟 做到很快 用來洗水 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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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